我就是吃醋了 你要不要也尝尝 不要 威廉先生 如果您還有什麼疑問 或者是有說得不清楚的地方 可以隨時提出 你說得非常詳細 這次小顧總準備工作 做得很充分的 女婿 你怎麼在這裡 威廉 好巧啊 原來你在故事上班 顧容是我的老闆 我是他的保鏢 酷 上套了 上套了 原來你們早就認識啊 威廉先生 不知道您對我們的項目提案 有什麼意見嗎 坦白說 我相信故事在中國市場的 運營經驗 但是我很擔心 你們怎麼吸引年輕的客戶 在你們現有的方案裡 我看不到什麼興趣的 不一樣的東西 我去過你們的商場 但是我覺得 跟其他所有的商場 並沒有什麼太大差異 女下 你覺得 故事的商場 吸引你的地方是什麼 威廉先生 你有去過故事 最新開業的那個商場嗎 沒有 那 您在寧海參觀的時候 有沒有見到故事商場裡的 垃圾桶還有休息椅 好想在修理中 給 是的 這是故事最新一季的主題設計 我們利用了塗鴉的風格 我們想要將最潮流的元素 與商場中最常見的物品 結合在一起 帶給大家充滿活力 和年輕的氛圍 在故事的每一個商場當中 有將近百個休息椅 以及垃圾桶 這其中每一個設計 都是不一樣的 雖然這個設計 才剛剛開始進行投放 但是在網絡上 已經成為了網絡打卡 勝地一般的存在 我們想要帶給客戶的 是拆盲盒一樣的驚喜 就目前來看 我們已經初步完成了 這個目標 雖然這些都是一些細節 但也代表了故事 想要成為 差異性商場的決心 以及嘗試 太棒了 這是我今天聽到 最好的提案了 我沒想到 你會中國功夫 還對設計那麼盡頭 夠 只要有女校在 我一定放心和你們合作 合作愉快 不過咱們的合作裡頭 不包括我的女朋友 沒想到 沒想到最後搞定SC的 居然是蘇靖靖 想不到啊 小顧總的女朋友 有點實力啊 就是可惜了白總 本來嘛 職場女精英和爸總 雙強CP多好啊 你快得了吧 小顧總之前在公司的時候 退她就沒什麼好感 她們不是認識很久了嗎 要是有什麼早在一起了 對 還是總裁和女保鏢的CP 更好刻 你什麼找你的CP啊 你管我 後續的合作 我會讓法務再跟進一下 顧在我們合作之前 我還有一個請求 你的女朋友能不能借給我 放心吧 我只是想借她兩天 在美國一個歌舞中心 想做中國武術文化主題展 我想請你拍一個短片 就在宿家武館 女俠你願意幫我這個忙嗎 你是說拍電影嗎 但我不會表演 放心吧 我有專業的團隊 你只要呈現出幾個動作就好 那好吧 我爸說了 弘揚中國武術文化 我唯一不容辭 謝謝我的女俠 到時候見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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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做愉快 我做愉快 對不起 你的小哥怎麼著急了 你看那個淚淚 看到最好緊的事 是錯了 爸爸說的 今天可實在太刺激了 我實在沒有想到 威廉娟是SC的總裁 怎麼樣 你女朋友厲害吧 不僅幫你搞定了商務合作 還有人請我拍電影 說吧 要怎麼感性我啊 守著你 不然你再亂跑 說得好 繼續保持 對了 你拍過短片嗎 我沒有什麼經驗 我怕到時候出亂子 你會不會陪著我啊 我又不是導演 陪你幹嘛 誰家老醋倒了呀 怎麼有酸味啊 酸得很 真酸 對 我就是吃醋了 你要不要也嚐嚐 不要 白總 這是SC集團發過來的 合作意想書 顧總讓你看一下 這麼快啊 我記得威廉先生說 下週才能反饋呢 我才是因為蘇靜靜 聽說他倆之前就認識 這個威廉先生呢 特別喜歡武術 要說呢 這個蘇靜靜 還真是顧總的福星呢 你可以出去了 好的 白總 我先出去了 好 咱們 我做了